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毕连 快 拦住他 毕连 对 我已经到永城了 现在有一件事我需要家里的帮忙 大少爷 找到大小姐没有 没有 你拿手什么呀 没有 没有 大少爷 怎么样 有人看见大小姐在咋活铺 咋活铺 对 走 来了 拿一桶没有走了 一桶没有 是啊 进来就要没有 为了盛了一小瓶 结果他拿走了一桶 坏了 慢走 大少爷 赏破点油 这样 这火才会慢慢地烧 才能让二少爷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地感觉到 就算了 杀 episode 们 坚白地女 kov 都 改舍 星 好 碧莱 碧莱 起开 干什么呢 这是我妹妹 放下去 莲儿 莲儿 这是要干什么呀 胆见青烟 与君同粉 别干傻事 快 把这火把放下 碧莲 听你的话 放下 别快 不动 杀了我自己 董事 哎哟 我的莲儿啊 到底怎样 你才能听话呀 除非看见人家 刚活着出来 过后 去找宋副官 你倒是说句话呀 宋副官 我妹妹人就站在军营外面 如果卢仁杰有什么事 她肯定会跟着做傻事的 我看她未必就真想烧死自己 我妹妹的脾气你是不知道的 敢说敢做 自从被卢家拒婚之后就成了半疯 你现在是眼睁睁让她看着卢仁杰死 谁能劝得了她 赵大少爷 你现在求我也没有用啊 我们团长这回是铁了心了 要烧死卢仁杰 要烧死卢仁杰 谁能劝得了她 现在的情形已经不是你 我 就能左右得了她 那 总得想想办法吧 就算我求你了 求你了 行不行 我们团长的脾气 你还不是不知道 我要是现在出去阻止她 她说不定把我帮火上一块儿扛了 好 二少爷 今天是四月初九 你的技术 技术 第一个给你烧纸的是我张悟空 好啊 多杀点 我在底下等着你 好 好 等着我 砍好了 同志 同志 干吗呀我这玩得好好的 我手上来的 要你放人 给她松绑 扶回去 来 来 周省长 您找我 张悟空 马上把人放了 马上 周省长 您 您能告诉我是为什么吗 现在南京 上海 北平贵阳 全中国的报纸都在声讨我周西城放送鸦片 你找张报纸 让副官给你念念 我找了 找了 找了 快放人 别磨磨蹭蹭 他是 对了 你要亲自送罗仁健回家 还有 换一身体面的军装 扣子都借好了 你的兵也是 送他回家 省长 周省长 省长 省长 うれ 快放下 快放下 听大哥说 龙人杰不会死了 真的 不信你自己来看 小心点 来 你看 大哥没陪你吧 快放下吧 别真伤着自己 小姐 小姐 回去吧 人家哥没事了 没事了 没事了 把小姐掺回府里去 快快快 小姐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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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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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下了吗 我跟你说的没错 明明是保护老百姓的官兵 却让众坑害老百姓的鸦片 我们烧了鸦片 却要被他们惩罚 这个世道真的变了 善恶不分 人家 听哥说话 这支枪里拿着 如果有一天兄弟 你能真正领略到革命者的寒意 这把枪就永远属于你了 拿着 哥 哥 你去哪儿 你放这个枪里 还把枪给了 你这种的枪 专心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任姐 你好 你怎么起来了 来 娘给你倒 来 我自己能倒 这还了得 娘给你倒 拿来 娘 喝吧 怎么样了 您坐 您坐 我没事 您没看我都能倒水 是 我先喝口水啊 没事了 让您操心了 娘 那肯定 娘 我问您个事 张无孔怎么就把我给放了 我就是 在报纸上登的那篇文章嘛 惊动了周西成啊 所以他没辙了 不得已就把你放了 我的事都上报纸了 咱们哪都不知道 你大哥 前两年在外头娶了媳妇了 就是你大嫂的朋友写了这篇文章 帮助了咱们 你才有救出来 您说 两年前我大哥就娶了媳妇了 这个大嫂还把我给救了 没错 你轻点 你轻点 没事 可惜了 我没见着这个大嫂 你想见见吗 想被人家都不在了 不不不 就在家里啊 小村啊 赶紧把大嫂奶奶请过来 是 我大哥七草子 我都不知道了 是啊 咱们都不知道 蒙在鼓里 她 她俩有孩子 大嫂奶奶请 说草草草草草就到了 娘 您叫我 来来来 过来 过来 娘 是啊 来 给你们介绍一下啊 这就是你大嫂 这就是你的二弟 任杰 你好 我叫林文丽 贵阳人 我是卢仁豪的妻子 你好 我叫卢仁杰 是卢仁豪的儿弟 嫂子好 她跟您说她是我嫂子 这有错吗 你看看 她带的是什么 娘是不是有一对啊 一只呢 就给你割了 那只是不是给了你的 可是你割如今 是 大哥的事不提了 对了 我还给你炖着鸡呢 还包着汤呢 我得去看看啊 娘 我去吧 我去就行 不行不行 这我得亲自领 调理调理 你知道吗 谁做我都不放心呢 你知道吗 你们俩好好聊聊啊 嫂子坐呢 正好我也得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对 坐坐 咱俩聊聊 别客气啊 娘慢点啊 我先说话呗 好 你说 嫂子 林文丽你唱的这是哪出啊 我就是替人好 好 静静孝心 来探望一下 好 问你两个问题行吗 你问 第一个 跟我大哥什么时候成得亲呢 第二个 在哪儿成得亲呢 我没必要告诉你 你是冒充的对吗 你要没事我先走了 等会儿 就消息人 回去的 如果您让我们就跑了 他知道 的是什么 你要差一点 你不要紧张 那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冒充我嫂子 是这样的 我一个人到云城来 需要在你们家住一段时间 你没有必要变这些结果 我告诉你的文理 我不想失去这个家 现在告诉我 为什么冒充我嫂子 你有什么目的 人家 你现在身上还有伤 你先好好养伤 有些事我现在没办法给你解释 回头咱们再找机会聊吧 别把我的脚 爷这边请 好 好 今天来了 咱们快走啊 里边请 走走走 快走快走 想不想今天 想过了 想过了 你就说吧 好 噓 扭 你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我已经被人包了 你出去 坐下 别动 好久 我今天很开心哪 慢点走 不想死就别说事 也没事 好久 慢点走 你看我 清醒着呢 您还说您没醉 没醉 您都站不稳了您 您没事吧 我没事 你走吧 你看我能不能走 我去这儿 开门 开门 快开门 你怎么不喊啊 你有枪 你放心 我不会开枪 谁包了你啊 卢家三少爷 他肯定活不久了 换个人包你吧 他活不久了 为什么呀 看不出来 你还是个有情有义的妖精啊 我不是妖精 我是前任县长张迅清的女儿 我就算是死 我也不会跟我爹丢脸 你是谁的女儿 前任县长张迅清 是 来 把钱给我啊 我马上走 再说你这枪也打不了啊 保险都没开呢 我记住你了 我会回来的 走 走 别复不要 走 抱得多 不难不协 别 静点开始 百甘荡 别拔掉 我云城 这是什么运势啊 先是卢家 失去两代阴才 现在又是胡局长 一年之内同失三位阴才 这是何等的悲切呀 胡局长 一路走好啊 胡局长 真乃云城之明镜 贵州的神部 国家之栋梁啊 胡局长 走好 何局长 接 接 你会长 你也接 何局长 我们都知道你跟胡局长的关系 是 名为从属 实乃至有 对 对 对 所以 胡局长这一走啊 我 报告 什么事 电报 给何现场啊 贵州警察总署电令委任龙三 当警察局局长 这不是瞎胡闹吗 李会长 你看看 你看看 龙三他怎么能当 这个警察局局长呢 这个人哪 他跟了我很多年 是 他做了很多的事情 我对他是了解的 但是涉事未深哪 如果让他当这个警察局局长 别人会怎么看 别人不服他呀 李会长 这个事 我打电话跟尚风说 我觉着啊 这个龙三啊 还真是个人才 由他出任新局长 实至名归啊 这要是让我来决定的话 我还真偷龙三一票 既然李会长发话了 那这样吧 我跟龙三说一下 一定让他兢兢业业地 把这个警察局局长干好 不能辜负李会长 不能辜负云城百姓 对他的期望 是吧 好 好 就这样啊 好 就这样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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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来 龙局长 上好的云城毛尖 卢家老号的 您尝尝 你叫杨风少 是 好啊 好名字 希望龙局长以后都照应小弟呀 只要你好好干 我一定照顾你 多谢龙局长 刚才我看办公室里没什么人哪 其他人都去哪儿了 这这样 这胡局长生前 也就是昨天 把大伙呀都派出去查私查去了 这最远的已经到省城了 估计要到明天才能全回来 明天就明天吧 你再叫上两个 咱们出去一趟 明白了 新官上任三把火 您就说吧 你那第一把火下上哪儿 走 走 真是不错 你做的 估证 不是我做的 我让他们做的 行 多亏了这么个玩意儿 要不然我真成废人 咬了他 我这条腿算是有着了 我这条腿算是有着了 你怎么样 我 我没事 我今天啊 就准备出去溜达溜达去 行了 让人走成折磨面还出去溜达 那还惊养两天 我跟你说啊 自从经历了昨天的事情之后 我突然发现 有一件事情 我必须要做 而且是今天就要做 什么事这么重要 还今天就要做 哥 好用不好用 好用 感动不感动 确实挺感动的 借我点钱 什么玩意儿 陆局长 咱们来剧院做什么 这是胡局长的命案现场 我上任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为胡局长的死 主持公道 我上任务 待会儿我到楼上 找当地人了解了解情况 你呐也去找桂花姐聊聊 这胡局长 也不能白白地就死这儿了 明白了 家 worker 我们在这儿 你在这儿 这个吃起什么 装脑子 砍 然后我们就准备 我们还昨天 可以吗 怎么是你啊 昨天我走得匆忙 有些话我还没有问清楚 你真是张迅清县长的女儿 张迅清县长的女儿 你真是张迅清县长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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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方 嫁妇出任云城县长的时候 我一直在同人老家求学 直到去年我来探望她 才得知她已经去世了 后来有一帮人告诉我说 我父亲欠他们钱 就把我卖到了这里 喝茶 你真是阴阳脸啊 阴森森的 你说这老天爷呀 真是阴阳脸啊 一会儿哭 一会儿笑的 二少爷 喝深汤 你喝吧 妈 我喝 乖闷得慌得吧 想不想出去走走 也好 金冠 你忙完了下来一趟啊 带把伞啊 让金森带着你出去转转 想买什么买什么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谢谢您 不是让你下去吗 下去吧 跟桂花姐谈了吗 谈过了 桂花姐指导厉害 答应赔偿咱们一笔钱 来 连归钱 她必须还得答应我另一件事 什么事 她在哪儿 我要找她说去 楼下 我去吧 桂花姐 自己跟钱都在这儿了 拿我领的 好 您请 龙局长 啊 那湖局长的事啊 可真是个意外 这个您务必收下 送我一点心意 钱也好说啊 桂花姐 我还有件事要拜托你 您说只要我能做到的 我要给新兰姑娘赎身 什么 你给新兰赎身 开个价吧 桂花姐 龙局长 这事我可做不了主了 你是桂花姐 你做不了主 卢三少爷刚给新兰赎了身 这不 钱都在这儿呢 凭什么他数 新兰 别着急啊 我正谈赎你的事呢 你先回去 桂花姐 人我带走了 咱俩两清了 好 去哪儿啊 龙局长 刚才我听 你也要输新兰 无所谓了 谁输不一样啊 我已经输完了 用不着你 我会输的 桂花姐 我输 龙局长 你听不懂本少爷说话是吧 自己都已经在这儿了 新兰现在已经是自由身了 你想找桂花姐赎人 行 新兰 这儿有没有跟你关系好的姐妹啊 龙局长要赎她走 不走白不走啊 走 站住 你叫我吗 我叫 龙局长 您倒好意我心领了 但是我现在真的是自由身了 如果您一定要赎我 那就请您再把我卖回去 不是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就是 那 那你走了 你 你住哪儿啊 三少爷说有地方 别跟他废话 走 龙局长 后会有期 不管怎样 谢谢你 你 这心拦着命哪 那真好 二少爷在二楼等您呢 我走了 二少爷在二楼等您呢 哪儿 我 你 你 你们 我的目的 你 你 我 你 重建革命根据地 那你来云城想干什么 我有我的任务啊 什么任务 红军二十八二十九团打陈州 损失惨重 贺龙军长现在正带着部队 牵制乡军主力 掩护他们撤退呢 前方战事激烈 伤员每天都在不断地增加 可是根据地周边地区的 药材全被反动派控制 尤其是急救药品 组织上派我入前筹集一些药品 需要通过这里运往根据地 那你为什么 以我嫂子的身份来到我们家呢 从前入乡有很多关卡 这么多的急救药品太鲜艳了 如果没有马帮的掩护 肯定是运不过去的 一定会被扣押 所以我想来想去 只有你能帮我 我到了云城才知道 你被张无孔抓了 无奈之下 只能寻求你娘的帮助 仅仅如此 仅仅如此 那任务完成以后呢 当然是回到根据地了 那匹药材你想运到哪儿 出现即可 这匹药材有这么重要吗 当然了 南昌救护站的情形 你已经忘了吗 这样的状况 现在每天都在不断地上演 所以我相信 你不会袖手旁观的 马帮 冤送药材 却不是什么大事 正好我们家 有一批供察也要入相 这件事我会帮 谢谢你 任静 不用说邪 但是文丽啊 我有一个请求 你说 我希望你说话算话 要才走 你就走 文丽 请原谅我的不同情侣 我没有亲人亏意在失去 跟踪大少奶奶 为什么呀 南昌你又不是没去过 你不知道他是什么人 你真以为 他这趟来的是任亲的 明的意思是 他有别的企图 我听说 现在共产党与国民党 在详细决战呢 他这趟来前南 就是要筹奔药品来的 他目的是这个呀 二少爷 因为大少爷是共产党 您已经被连累得 做了一次牢了 还差点被枪毙 所以您这次一定得慎重啊 警官啊 你觉得赵国豹 欠我们卢家两条人命 这个血海深仇我会帮吗 这是血仇 我们改报 你说得对 但是眼下卢家的情况呢 你也清楚 让我现在离开云城 去找赵国豹不处 也不大现实 可是反过来想 如果我能给赵国豹添堵 甚至可以借别人的手 宰了他 这件事我倒是乐意干的 所以林文立 来得正好 他就是我的千里刀 他就是我隔山打牛的那起重拳 但是 我们也不能让他失去控制 这个时候我就需要你了 我需要你盯紧他 了解他 他的所作所为我必须要知道 然后我再来选择 帮他还是不帮他 嗯 菜不错 冰姐 喂 娘 你心里有事啊 没有 这不是最近几天事比较多吗 而且柜上也没多少进账 正好赶上省里头订了咱家这批供茶 要不然的话下半年还真不好过 只要出一批茶 这娘的心里呢就踏实多了 嗯 供茶 这供茶说的就是早年前呢 进账这朝廷啊皇帝的 你看多少年下来了 这质量还是没落下来 一斤呢就值一百大洋啊 那这要是卖多了 还真是不少钱呢 嗯 钱倒是其次 关键是供茶这个称号 代表了 必须拿出我们卢家最好的茶 而且是我们卢家几代人的心血 如果这批供茶里头 掺了假 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卢家的声誉 还有当下的生活 明白了吧 嗯 喂大哥 二少爷 我来看看你们 你这腿脚都这样啊 还想着来看我 在家呆着也是呆着 出来这儿呢挺好 来 给您的礼物 谢谢 老板喝茶 来 老板喝茶 您这是刚吃完饭吃了 您怎么吃素啊 今天是季日 谁的吉日 我们整个三连兄弟的吉日 我们兄弟几个 当年在湖南叶开心的手底下当兵 老蒋北伐的时候 我们连被三个影围着打 连长举起投降 但老蒋那边的炮弹就没停过 整整一个连的兄弟 最后只剩下我们几个 今天 是我们那些苦难兄弟 两周年的吉日 是否你能连着 吃哪儿的 我下次再给你 我也来 我们对到谁 两周年刚才结束之后 是我们我们第一家 都知道它是不一样的 都有 老蒋来 老蒋特 别人如果说是不一样的 你真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你还能把我都能一身 喝酒 不管你有什么 这种人我是不会帮的 所以当时放了你一马 后来我听说 你大哥在南昌跟老蒋对着干 最后还战死了 我大心眼里佩服 幸亏没杀你 二少爷 二少爷 咱们家的小队 被杀务恐的部队给扣联了 什么